云端如果你平常没有在云端用云端硬碟的话 建议你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它一下 因为非常好用 几乎所有东西都放在云端上面 其实操作起来应该慢慢会习惯的 打开云端摆一摆 反正你的讲义都在这里 你就找到数学函数 如果太多个 我是建议右上角有一个清单 你用清单模式 有时候会比这样的模式来的更好早 有没有切换过来 然后里面的话你就数学函数程式 点两下打开就OK 另外的话如果说 你要在手机上面看到的话 也OK 你就输入一样的网址 gg.gg那个网址 在手机上你也会看到 也会有一样的东西 手机上也可以看得到 甚至手机本身有个APP叫云端硬碟 反正你也可以直接用 我的习惯就是反正我东西放在云端 我无论在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有网路连线的地方 我都可以存取得到 必定在电脑上面 然后这里面的话 当然你如果登录的话 我这边有假设我登录 这边还可以新增 新增比如说你可以资料夹 可以上传档案等等的 这边都可以 另外他还可以做很多用途 比如说Google文件 就是类似握的 如果你手边没有握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 Google试算表 Google简报 你也可以在这上面做简报 甚至你也可以做表单 我们好像第一堂课有做问军用这一个 另外其他还有这么多了 OK 甚至还有更多外挂 如果你需要的话 也可以在上面 使用这些相关的东西 OK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今天刚好 有一个作者 刚好他FB上面 他有传一个讯息 我看一下 伯克莱里面 他传一个讯息就是 目前电脑图书方面 电脑资讯方面 最畅销的 你会发现 E-Sale VBA E-Sale 这个应该也跟E-Sale的使用函数 或者一些应用有关 或者Python OK 然后这个也是Python 这个演算法 可能跟前面也有点关系 跟程式有点关系 深度学习也是Python 这个Python VBA Python 在Google 你会发现 前面几本 都是跟我们学的有关 而且像我的课程 VBA有入门有进阶 后面我还有一个Python课程 就是从VBA到Python OK 反应也相当好 因为如果你会VBA的话 我再教你Python 你马上可以知道该怎么用 因为你有个前面的基础 延伸出去 其实很多东西是一样的 只是换个环境而已 OK 所以其实 看得出来 目前好像 我一看奇怪 怎么都跟我上课都有关系 好像都是我上课教的东西 所以目前教的东西 都是目前好像 反应各方面都还 还蛮好的 另外这本作者 因为他刚好也找我写序 所以里面有看到 应该有看到我的名字 在这里 有没有 OK 我的名字在上面 因为他找我帮他写序 我觉得这个作者 他写的还不错 不过 如果你们现在看这本书 应该会看不懂 因为写的太难了 OK 太高端了 但是他概念都非常好 想法也非常好 不过像这种书 可能 反正就当成目标吧 如果你有一天可以看得懂的话 那表示你程度已经相当的不错 这本书 这本书 所以他没想到他爬这么快 他前 没多久才发行 才上架 没想到一下就爬第一名 OK 这个作者 还蛮积极的 OK 其实我跟我也 本来也不认识他 然后他就是可能在网络上有看过很多影片 然后 一直跟我 传讯息 然后要交我FB 甚至要交我Line 但我 加FB还OK 再加Line 希望我交他们什么论 他们有很多群组 不过我跟他讲说 其实 我不是很喜欢 认识很多人 OK 而且 可能还要搜求我是不太喜欢 其实很多东西 当然我不是 仅止于闭门造居 我还是会看别人的东西 但是我 不是 那种 善于交际那种 那种人 所以我还是跟他讲 没关系 有一天 可能 会有机会的 OK 好 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重点 所以VPA目前 我想在工作上应该是非常非常被虚 需要 其实简单讲起来 主要为什么会被虚 很简单 你希望快点把事情做完 你如果没有用对方法的话 你事情 也不是永远做不完 做得完 但是你要重复再做一遍 再做一遍 所以如果你希望能够 一劳永逸的 可以把事情彻底可以快速解决的话 我相信 这个VPA应该是很好的解决方法 而且目前应该没有一台电脑 没有Excel 另外的话 你一打开就有开发人员 如果你用Python或其他工具的话 很抱歉 你要自己把那个环境变出来 又是另外一个困难点 OK 不像说现在直接打开就有了 你还要把它设定一堆有的没的 最后才开始 才能做设计 所以很多人光看到那个什么 把环境弄出来 可能就想放弃了 OK 不过当然我的课程的一个特色就是说 我都知道你们到底要什么 所以我像我Python里面 就有个叫做Python懒人包 什么叫懒人包呢 你把它打开会解压说 会设定 你就可以像 VBA一样 可以开始写程式 OK 所以其实我想的比你们开更多更多 因为我 一直不断在调整 我的那个 上课的 满意度 尽量 其实本来我最早开课的时候 其实教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后来一律慢慢把它删掉 并不是不重要 后来发现说 其实 好像你们 需要的先讲 你们 最先 最需要的先讲 那 暂时不需要知道了 我可能暂时就 也许先不要讲 之后也许有机会我们再讲 我觉得这样好像比较好一些些 否则一下子讲太多 你们听不懂的东西 你们可能会 开始慌了 OK 所以我们还是讲的 都是前面有讲过的 延续下来的 像 这个地方 如果第一个 我希望能够把这边做出来 第1个清除应该会吧 For I 等于 第13列 到最下面一列 向下追踪 这个应该前面讲过 然后把这个储存格 Sales的I列的 I欄 有没有 把它 清除掉的话 那等于空置串 这应该会写 然后再把这个 复制到公式 再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复制到清除的那个双引号里面 记得什么 13 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变化的地方 有没有双引号 没有 第二个 有没有变 有 这两个变 所以这两 这两个 把它改成I 这样的话公式就完OK了 应该都写过了 而且应该不难 这个方法的话我讲过 这个有蛮有原创性的 因为这样的写法 你在其他的书里面是找不到的 你去看一下那个畅销书里面 写的绝对 跟我不一样 但是不是说我对或他对 或我错他 或者是他 等等 我是觉得 每个人的写法可能顾虑的点不一样 但是我强调 我的写法就是 第一个特色就是城市越少越好 不需要的就不要出现 OK 第二个的话 城市越 越直觉越好 马上看了懂 在做什么 有一些 比较高阶的那种 就是 书里面 他们都会用抽象化 因为城市设计有 物件导向的概念 物件导向的概念里面 就是强调抽象化 抽象化就是说 写的越抽象越厉害 也不完全是这样 大概概念差不多 我就是尽量不要用那种很抽象 反正你看得到 For I 等于 第13列 到最下面一列 这个都 有点像 你只要看得懂 你就可以把 有点像填空底 你把答案贴上就OK 那这边的话 本来是 没有东西 你就把什么 把这个东西贴过来就可以了 应该只要 会复制贴上 还有 把这个13改成I的话 那你应该就可以写得出来 而且这个应该写了N遍 应该同学 我想这个应该没问题了 那贴上之后的话 再把这个改成I 双人号两个 移到中间 然后 M的两个 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I 然后空白空白 这个应该已经做了N遍 要够熟 反正你就这样做 那以后工作里面 只要遇到类似的问题 请你反复列实 直到熟练为止 OK 然后慢慢再去做一些进阶的变化 这个还有个13 复制它 双人号到双人号复制起来 把13这个贴上 就完工了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清除跟输出公式 这样就输出了 应该没有问题吧 如果你对这还不熟的话 回去一定要反复列席 除了要听得懂 还要会做 听得懂跟会做得出来 而且还做很熟练是 不一样的阶段 OK 所以马上要把刚刚的东西打出来 最后的话 再来就这个 把这个里面不是丢公式 而是丢结果 要怎么样丢结果 其实你可以 因为这边我们刚是丢公式用三波打 但是如果你用 这个 VBA的话你要想说有没有一个函数可以取代三波打 好像 好像没有 应该有了 可是 目前好像没有看到 OK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用 前面这个方法总可以吧 但是你要把什么 把这个公式 转成VBA 在VBA里面再跑一遍 就OK了 怎么做 你不能直接 像那个公式那么简单贴就好 不行 有一些 可能要注意的细节 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的话如果你要改的话 第一个的话 我们一样切到V就背这个 然后把这些有没有 我其实我重来一遍好了 我用哪一个改 我用这个 就是清除好了 清除 那目前是输出空的 可是我要输出什么 我要输出的是 一个公式 OK 然后把它 做完之后 再丢到那个储存格里面去 哪一个储存格 就是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我要怎么做 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 拿这个来改 我的习惯是这样 上面其实是 D11是一个储存格 如果说有钱的符号的话 我的习惯会用Range 为什么因为它是固定 Range 哪一个固定的位置 OK 那如果会变动的话 我用Sales 而且它那个利号 它会随着什么 随着I去改变 所以基本上的话 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话 你可以这样点一下 你会发现上一个跟下一个 13变14 其实也就是会变的用Sales 不会变的 我们用Range 应该可以 理解吧 所以这边的话 我如果要把它改成 就是VBA的话 第一个后面就不是空字 算 Range的话怎么写 你就打Range 这个很简单 Range 如果固定的话 Range 后面记得是用一个 文字 前后一定要刷你 意思就是哪一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 乘上 那后面这个D 13变D14 所以这个就不要用那个什么 不要用Range 那你就用Sales 那因为它会变嘛 所以你用I 有没有 前面是 第几列 后面的话固定都是D 蓝 有没有 所以它一定会跟着它变 13过来 D13 14过来 变D14 那后面的话 其实就变 E11 乘上那个E14 其实跟这个蛮像的 有没有 也是用Range 也是用Sales 所以其实比较聪明的办法 把它 复制过来 有没有 按Ctrl鍵拖拉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E11 这边把它改成 Sales的 I列的依然 然后再加有没有 在F 所以其实比较快一点的写程式方法 这样 记得要改对 这两个改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程式就写完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如果 VBA 你要把它转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 大概的规则 把它转成 转到这边来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样板 特别注意 只要有钱的符号 就用Range 就这样写就对了 OK 如果是没有钱的符号 它会变动的话 记得用Sales 那后面的 只是蓝数不一样 所以把它复制贴过来改 好 写完了 OK OK 但是最后如果同学说 老师那个小数点 怎么办 小数点如果要取整数的话 刚刚是用这个什么 减少小数点 有没有 当然你有几种方法 是一个一个慢慢改 还是说全部一起改 如果说你要一个输出就改一个的话 特别注意 第一个你要知道说 这个储存格的格式是叫什么 所以你按滑鼠右键 储存格格式 里面的话你会放置定 这里面放个零 零的话指的是取到整数 如果你要取到小数点第一位的话 就零点零 零点零零 零点零零零 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它背后的格式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放在 我的储存格里面的话 最后如果说你希望 假设的输出之后 再把它格式化 成 那个什么 这个储存格取到整数的话 记得 Sales 点什么 它里面有个属性 叫做Lamber Format Local 所以你寄个N就可以了 点N 它这边有个叫Lamber Format Local 这个东西 其实 它就等同你刚刚按滑鼠右键 右键里面的话 储存格格式 就是把它丢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制定其实就是LamberFormat Local 那我只要怎么样 我只要把这边 点后面 记得 改N 它就跳 其实很长嘛 你用选择就好 等于什么呢 制定里面 就是双零号里面加一个0就可以了 这个意思就表示 跟刚刚那个动作是一样的 但是记得 刮壶记得要把它加一下 现在是指的是整个工作表取整数 那我只要某一个工作表 再把 某一个储存格 那就是 再加一个刮壶 意思就是说 我输出一个 我就格式化一个 把它取到整数 OK 应该可以看懂的意思 LamberFormat 这个不用太特别记 就是你知道 Sales点一下 打一个N就可以了 那这边就跳出来 等于把那个整数加在这里 然后记得后面就把刮壶再补上 这样子的话 表示 输出一个 取整数一个 OK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加这个 清楚 月考 有没有 它就是一边输出 一边NamberFormat Local 帮你把0放到这边来 应该懂那道理吧 OK 然后 最后的话当然有同学会说 老师那这边是微软正黑体 那这边是新系民体 有没有办法 可以把这边改成微软正黑体 当然可以 有没有 前面好像讲过 你也可以在下面再加一个什么 再加一个Sales 如果说你要把什么 把那边也改成 微软正黑体的话 你只要 打什么 点什么 还记得吗 点Fone Fone的话是自行 对不对 点什么呢 之前是用Cover 对不对 如果名称的话 叫什么 其实用拆应该可以拆出来 点Name 有没有 等于 双引号 记得我先把这个瓜虎先丢给他 因为到时候如果忘记 给这个瓜虎变 全部变 全部都变 微软正黑体 中黑体 正黑体 那名称怎么给 很简单 如果你怕打错的话 你就是把这边 复制一下 当然你可以自己打 我是怕打错 因为很 很容易 打错一个字 比如说微软 正黑体打个中黑体 他也好像不握个 好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执行他 清除 执行 有没有发现 全部OK了 好那也就是你每一个反正当你就丢他就全部都一次全部做好了 以前的话你可能要做很多个步骤 我现在一个步骤全部完成 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丢公事 清除跟丢这个最后的结果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